一大早起来我们发现哇天气很不一样了 是湿湿冷冷的 那么到底呢这整个过年的九天的假期 天气是不是都这么湿冷 有没有机会到户外走一走呢 我们立刻来关心天气的消息 交给气象主播戴梨刚 好的在今天呢可是个小年夜 大家在这个时候准备要返家了 南来北往你会发现温差真的还蛮大的 北部天气偏冷南部中午暖和 不过在未来的几天的天气大家一定在想 那北部会不会一整个礼拜都是这样的天气呢 目前看来到了下礼拜三之前的时候 降雨会比较多一点 零星的毛毛雨的现象 尤其下周一到周三还是一个湿湿冷冷的感觉 不过到了下周四的时候 温度是这一次的整波冷气团的降幅最明显 也就在下周四天气冷了 那但是天气要转晴了 所以下礼拜四一直到周日的时候 天气状况来说就属于比较稳定的 不过今天呢您准备要南来北往 我们用个天气的提示来告诉您要注意什么了 最主要行车要提醒你注意安全了 不止你精神要保持好 另外你往北走啊 在中部以北都有飘一些毛毛雨 这雨区行车可要特别注意到安全了 因为路面会比较湿滑 你上路之前要检查一下你的轮胎 另外呢当然山油山水也要检查一下 不要车子开到一半抛锚在路上 那就很屋子啦 所以呢今天要返家的朋友 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了 那当然航班的部分来说的话 在早上马祖有起雾的 就是雾已经是散掉了 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能见度偏差 所以呢马祖的南竿机场 在早上是关场的 到了下午以后的整体状况来说呢 雨停的话能见度适合了 就会有机会起飞或降落了 对于金门来说呢 今天倒还蛮适合的 加班机在早上这段时间 都还可以正常飞得出去呢 不过穿着要注意保暖咯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冷空气下来 昨天的高温啊 从北到南都超过了30度以上呢 那今天呢 温度现在在台北也只有在13度 这温差足足有17度之多 所以提醒您往北走要穿得保暖 往南走呢 天气状况来说 中午还是蛮舒服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注意到 这一条就是封面了 封面现在已经到了台湾东方的海面了 在昨天晚上封面的南下之后呢 随着北边的高压 开始带进来东北风 前两天吹的都是南风 这边就太平洋高压 南风吹上来温度高 但是昨天一转东北风 这温度北部很快的就下降了 像今天清晨的最低温是在淡水 只有10.8度 虽然到了今天中午温度会上升一点 不过到了今晚呢 还是在冷高压的影响之下 温度晚上仍然偏低 明天可是除夕哦 今天晚上你南来北往 会感觉到北部冷嗖嗖 往南走呢 天气就还蛮舒服的 早晚天气有点偏凉 那明天除夕呢 准备要吃团圆饭了 天气状况来说呢 北部还是会有点毛毛雨 湿湿冷冷的感觉 过了苗栗以南呢 天气就开始好转了 但是明天北部的降雨要减少了 后天呢更好 后天礼拜天你要出去拜年啊 大年初一 从北到南天气比较稳定 北部只有零星短暂雨 而且温度也升过20度以上 中南部呢 天气晴朗舒适 但是很快的下礼拜一 年初二你要回娘家 北方又有高压带下来冷空气了 所以下礼拜一到周三之前 天气偏于湿冷 周四呢 是这波冷气团下来最强的程度哦 温度在中部以北大约只有在10度 所以想到10度哦 比现在这个温度还要在低个 2到3度左右呢 那到了南部的朋友温差就更大了哦 下周四只剩13度哦 今天南部的朋友清晨还有在21度哦 所以呢 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下周四是气温最低的 但是天气要转晴了 所以从下礼拜四一直到周日 这几天的假期来说 你可以拥有一个比较晴朗的天气了 但温度呢 下周五开始就要明显的回升了 讲到这部分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今天的温度状况了 先注意到北部地区下雨 如果你要南来北往回北部的话 注意到高温只有在14度 比现在的温度再高个1度而已 晚上的温度在11度 比今天清晨还要在低1度 下雨温度下降 中部地区有点短暂雨 不过下午要减少了 山区容易起雾 所以如果你老家在山区啊 回去的时候可是要注意一下 行车方面要注意安全了 南部地区中午还是暖和 没有昨天33度那么高 但是有在25度 到了东半部地区 宜兰花莲会下雨 台东云亮多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雨比较偏多 再来我们当然看看 这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目前来看明天除夕呢 北部会飘一点雨 天气寒冷 有年的味道 不过到了中南部呢 天气晴了 云层量比较偏多一点 但夜晚的时候15度 还是比今天要再降个45度左右呢 到了礼拜天 雨少了 温度上升了 北部呢 零星的短暂雨 在北部海岸线 中南部天晴 只有山区要注意会有起雾的现象 所以初一 你出去拜年的时候呢 南部还是个好天气呢 但是到了初二要回娘家 如果娘家在北部的朋友又屋住了 下雨要增加 温度又下滑了 而中南部呢 是天气状况来说比较偏凉 到了周四是最一波的冷气团 强度达到最冷 是强烈大陆冷气团 在北部低温只有10度 中南部也只有13度 不过礼拜天呢 气温要开始回升了 所以呢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呢 下周三之前 北部下雨会比较偏多 小丁宁倒是给您一个提醒了 最主要变冷了 穿着方面要注意到保暖 还有一点哦 因为下雨的话 你返乡的时候 雨区行车要特别注意到安全 现场交还给主播 电厂 加油 也